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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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角——安龙飞 1984年在刘德华主演TVB港剧《宝之林》中扮演了《纳兰正德》 同年在TVB港剧《决战》《玄武门》中饰演了《李源杰一绝》 后又在香港电视剧《信事有缘》中饰演了杨振明 同期又参演了TVB港剧《五虎将》 饰演了洪振 1986年与《无线电视》《约满》后 便远赴台湾出演当地的剧集 1991年上阵夜凭借对曾志伟指导的电影《五虎将之决裂》中反古动一角的出色诠释 获得了香港电影金校奖最佳男配角 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配角提名 1997年到中国内地开设了影视公司和经纪人公司 2004年在霍建华李亚鹏主演的古装剧《天下第一》是《万三千》 同年在古装爱情类的电视剧《香粉传奇》是明朝皇帝朱元昭 当然了事业上红极一时的他在感情生活中更是丰富无比 尤其是大家熟知的他与翁美玲的一段恋情 至今都被人津津乐道 当初年轻气盛的孟伟琳因与他的感情起伏最后自杀 使得商政叶成为了万夫所指的富心狼 一直背着很大的压力 事业更是大受打击 随后的很长时间商政叶都是单身 直到1993年 商政叶遇到了亚世的中日混学演员江坤 两人拍拖三年后 江坤未婚先孕 接着他们就结婚了 婚后江坤共为商政叶担下了三名子女 不过八年后两人已离婚告终 不过虽然离婚 但商政叶仍然照顾着前妻及三名子女的生活所需 比如孩子一年的学费差不多就要200万 2008年商政叶迎娶了比自己想25岁的文静时 并不被外界看好 甚至连岳父岳母当时也没有任这个女婿 主要原因是文静在与商政叶结婚的时候才25岁 那时候的商政叶就已经是50岁了 不过这段婚姻却走过了11个年头 并成为了娱乐圈中的幸福模板 文静婚前是一名电视主持人 婚后便开始相夫教子 后来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 不得不说商政叶真的是好福气 两人妻子都生双胞胎 而如今的商政叶的两个儿子 商君慈和商君耀已经大学毕业了 看样子也蛮帅的 大女儿商爱家如今也25岁了 遗传了父母的强大基因时光流逝 不少当年港剧中的帅哥美女 也都步入中老年了 9月份即将满61岁的商政叶 这么多年来一直活跃在影视圈 可惜演得多是配角 更让人唏嘘的是 这位昔日的大帅哥 也已经发布成了中年大叔 商政叶年轻的时候非常帅气 与梁朝伟、刘德华齐名足见 见其人气之高 当年商政叶更是许多男人羡慕的对象 因为他的女朋友是翁美玲 翁美玲凭借社交英雄钻走红 是许多人心目中的翘女神 那时的商政叶和翁美玲 是大家眼中的惊童玉女 可惜这段恋情最终的结局 却不如童话般美好 作为当红明星 商政叶与翁美玲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那时候媒体上频频传出商政叶与其他女星的绯闻 以及商政叶与翁美玲疑似分手的消息 1985年26岁的翁美玲竟然想不开 为情自杀了 而商政叶为此背负了很大的舆论压力 甚至被骂为渣男 商政叶的事业发展也因此受挫 虽然此后的星途发展一般 但这些年的商政叶一直活跃在银瓶上 电视剧《天下第一》 《七剑下天山》 《公所新玉》 《历任初街》等等他都有参演 可是有多少人还记得 昔日的这位五虎将呢 商政叶当年作为无限五虎中最帅的一位 当年啊也算的是前途无量 如果没有翁美玲为情自杀的话 直到N年以后啊 翁美玲的荷兰籍前男友出面公开其性格问题 动不动就能自杀 心理阴暗时常想不开 这才证明了当初啊 并非是因为商政叶 只不过商政叶的情史呢 也确实蛮丰富的 入航后的第一个女朋友 迪宝娜是香港小姐的继军 中英混血 这段恋情啊 持续了一年多 两人就分手了 第二段就是和汪美玲 1991年商政叶在亚式拍剧时 认识日籍乐园江坤 1993年凤女成婚 1995年 诞下一对双胞胎儿子 2001年离婚 江坤啊 因参加亚式议员训练班而入行 当时受到了亚式力捧 又翻版林青霞之称 江坤未入娱乐圈时 已与商政叶相恋 两人拍拖三年后 江坤于1993年怀了商政叶的骨肉 为此啊 毅然退出娱乐圈 同年两人注册结婚 婚后啊 江坤共为商政叶 担下三名子女 八年后 两人还是与离婚收场 离婚后 双方依然保持了很好的关系 商政叶呢 仍照顾前妻 以及三名子女的生活所需 至于离婚理由 江坤说啊 阿商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是好人 至于他有没有女人呢 我不知道也不关心 我只关心三个孩子 我们分开有好多原因 这个是我同阿商之间的秘密 我当他是我亲人 他虽然啊 常日在内地 但他呢 会给家里钱 得空的时候会返家和孩子玩 是个好爸爸 那阿商呢 到底有没有别的女人呢 阿商的私生子 在2008年时已满8岁 这个岁数啊 让人无限遐想啊 对于这个私生子呢 阿商是公开承认的 在2008年5月 商政叶凤子成婚 迎娶了比他年轻25岁的青岛姑娘文静 到9月 妻子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 可能是因为心怀愧疚 他在孩子出生前 主动对媒体爆出自己8岁的私生子 之前的双胞胎是两个儿子 要是再怀双胞胎啊 一定是两个女儿 我现在是很高兴 觉得人生很fair 很开心 共有三个儿子 三个女儿 其实在两任太太中间呢 我在广州有一个认识很多年的红颜知己 第四个孩子 外界一举不拘 但现在孩子8岁了 作为男人 作为父亲 我不想人家认定他为私生子 也是负责任的给回他的名分 所以呢 这一趟我决定说出来 未来我也会申请他来港上学 阿商呢 确实说到做到 媒体多次拍到 他带着三个儿子 外出的照片 为了让两个家庭 六个孩子啊 双胞胎每年 最少要支出超过500万港币 这大概也是他不敢歇业的原因吧 如今商阵夜身材发福 头顶半秃 形象大不如前 但个人的魅力依然存在 尤其是引起大老级别的人物 不过依然有着不少执着的网友呢 在翁美玲喊冤 商阵夜老了丑哭 翁美玲啊 真是白死了 今年夏天 商阵夜的双胞胎儿子 也将闯荡了娱乐圈 曾在节目上喊话 希望爸爸感到自豪 不过如今又没了动静 颜值啊 虽然不差 但是比起老爸当年呢 似乎还是差了点 不过 想来在婚姻上 能比亲爹更慎重一些吧 帮助 看看